我什么都不图他的 跟他挪婚 可结婚以后我才发现 他瞒着我有好多事 我真的感觉自己像个歪人 我觉得以前的事根本没必要说 对他也没有什么影响 现在把我们的日子过好了 才是最重要的 结婚以前他对我那么好 才过了多久 现在就开始原型并论了 对我大不如从前 我现在都不知道 当初跟他散婚 是不是一个错误 有请这对夫妻 有请 郭先生29岁 来自四川个体 李女士33岁 来自四川个体 好像是闪婚是吧 对 认识多久闪了婚 认识半年了 结婚到现在 三个月 你出事了 他出事了 不是我 你东窗事发 人家出什么事啊 其实是这样的主持人 因为我跟他结婚算是比较急 然后 是急 我们没有新房 就现在我们住的那个地方呢 是他以前自己的一个小房子 他一直跟我说 那个房子是他自己以前买的 然后有一天 我有一个朋友来我们家拿东西 就是那个东西需要我去物业开购出门条 而物业那边呢 工作人员跟我说 让我出事业主的证据 然后我就说他的名字 然后物业同时问我 某某某是谁呢 就是除了他以外 还有另外一个人 而且那个名字 是个女人的名字 你说当时 我的心真的 我懵呢 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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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女人是谁 我前任 当时买房的时候 前妻还是前女 前任 前女友 那咱说清楚啊 前女友买房的时候 当时想着给她安全感 就加了她一个名字 那为什么我们结婚呢 到现在你都没告诉我呢 如果我不去办那个业务 对吧 那我是不是就一直 这个事情 我一直被懵在鼓里 我觉得这是小事啊 我觉得可以 什么叫小事 不需要说呀 什么叫小事 反正以后也要换房子 不是 你知不知道也没关系 那你这房子 是准备再给前女友吗 不不不 房子是我的 分手的时候 我们签了一个协议 它就是属于我一个人的 你不要跟我说 那你还是没解决 她的问题啊 当时买的时候 前女友出钱了吗 出了 对啊 所以协议没用吗 纠缠不清吗 我补偿了她的 给了吗 给了的 那协议你看了吗 看了 我就仔细地 逼着她给我看了 这事就可以过了 那但是我现在 不是说过不过 现在这个事情是 我跟她在一起 我都结婚了 我第一 我没有要采你 裸婚 我婚你也没办 对吧 我到现在为止结婚 戒指你也没给我买吧 更别说婚纱照照了 对吧 我在如此形成她的基础上 我相信她 我把婚给她结了 我为什么问您 看没看呢 如果看了没有这些 乱七八糟的纠葛 这事已经弄清楚了 只是房本上 这么一个名字 缺一个更名什么的 我就觉得 您不用太在意了 我不是更名 因为她没有 其他的纠结和纠葛了 所以先生不说 我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问题 你凭什么当时 要补偿她那么多钱 不是 这个你就别管了吧 这个 那主持人您想一下 我跟她结婚 我们裸婚 对吧 她对我的态度是 我是你所应当 但她对她前女友 就是帮着这种 补偿的心态去给别人 所以你是老婆 那是前女友啊 但是她为什么 对前女友 有这么大的东西 而我是你老婆 你就能让我 快回答 我是你老婆 我觉得能用钱 去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我觉得以后 不是的 她补偿她的钱 她那个房子 前女友没有出那么多钱 她补偿了14万 补偿了多少钱啊 14万 房子前女友出了多少钱啊 3万块钱 3万块钱 现在那房子市值多少钱啊 接近100万了 涨了多少啊 涨了一半多 那可不是该给人补偿 你纠结这个干嘛呀 我不是说纠结房子 很简单 我跟她结了婚啊 我还住在一个 有别的女人名字的房子里面 那些物业 看我的眼神 就是还给她打电话 她说是你老婆 要搬东西出去 您确认吗 你知道这种语气 当时所有的人怎么看我 是是是 更名更名 我一回家的时候 知道吗 我进那个屋的时候 我就想象一下 天哪 我在这里 我待了几个月了 都不知道原来 这是她跟另外一个 女人的房子 我还一天在里面 这不是她跟另外女人的房子 现在是她的房子 但对由我来说 知道吗 我住在那个房子里面 我心里面就搁得慌 我就一直搁 我凭什么 行 我跟你在一起呢 你都不告诉我一声 你就说一下 我能至于这么激动吗 你麻 我瞒到现在 把这房子卖了 对 我也跟她说 把房子卖了 就完了吗 她说是这样说 但是你知道 我心里面是变得这口气的 就是她对她前女儿太多 和对我现在太多 不是 为什么 不是她对她 不是分手了吗 对呀 她对她分手了的人 她心里都会想着 这不就是当时买房子 都是没分手吗 然后就写了人家的名字了吗 更何况人家也付了首付了吗 结果这房子又增值了吗 为了表达 那为什么三万块钱 你要给她十四万呢 如果当时不给那个前女友十四万 很有可能 你们俩住在这房子里 一个女人天天来敲门 我不是那个意思 她给那个钱我管不着 对呀 我是想她那个态度 为什么 啥态度啊 她老是觉得我骗她 我都不知道哪里骗她 没骗她呀 她一直把这个事情 瞒到现在不叫骗吗 不是 在她的心里 这件事就已经算解决了 对 她就觉得 我可以不跟你说了 对 她哪想到说 其实可能还有物业的麻烦 各种各样的麻烦 咱这件事就这样了啊 如果就这一件事的话 咱也该说完了 没有 还有别的事咱接着说 就这种情况下 她现在逼着我要孩子 我觉得要孩子这事 我们年龄都在这个位置了 那你现在这个年龄 要去要孩子 那已经算得上高龄产户了 再过两年 那不更高龄产户了吗 但是咱生孩子 不是得坚定在两个人 感情稳定的基础上 还得我们俩相爱 有个和睦的家庭 那我这孩子 出生的怀念才 你们俩知道 为什么不相爱了呢 因为现在我觉得 她对我这种欺骗 我心里面各着的 而且不光光是 就是要我生孩子这么简单 你知道吗 她就想用生孩子这个事 把我拴在家里 你那个工作 也挣不了几个钱呢 真不是说钱不钱的问题 对吧 您从事什么工作呀 我平时的话 因为我以前 你这上面写的个体 到底您从事什么 我以前的话 是做化妆美脚 做了很多年 然后呢就是说 久做嘛 身体不太好 然后两三年前的时候 一个机会 我就接触到跳舞 我现在就是 很喜欢跳舞 您现在的职业是 舞蹈老师 您教人跳舞 也教一排 挺好挺好 在他眼里 他看不起我 他觉得这个舞蹈老师 我也没说看不起你 但是你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一这么了钱 然后还天天在外面蹦 蹦啥呢 你就觉得我那个很丢人吗 不是丢人 反正你也挣不了多少钱 那你回家 休息不好吗 人家想工作 就有工作的权利 知道吗 主要是他经常 半夜三更的 什么叫经常 对啊 10点钟 11点钟 算半夜三更吗 多数的时候 也是12点啊 1点钟啊 很多吧 但是偶尔 其实你就是找这么多借口 就是想让我在家里生孩子 就不想让我出去 好吧 我跟他一起结了婚过后啊 我才发现我们有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时间差 他早上 8点要起床 我是10点 11点才起床的 说实话 我回去真的是 2点上校才睡觉 我7 8点 我起不来 他8点起床 你调个闹钟 7点58可以吗 他从7点45就开始 隔两 一分钟一个闹钟 一分钟一个闹钟 我要起床来 我调这么多闹钟干嘛 我肯定起不来 这不是说你起不起来来的问题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没法 你说你起来就起来对吧 你起来了过后 你有没有想过 你身边还躺着一个 你老婆她需要休息呢 你有关心过 我想过 那个东西会影响到我一天吗 我没办法下我工作 那老婆你有没有想过 你有一个每天早上8点钟 就要起床的老公 你夜里两点才睡 这老公的睡眠够吗 我回来的时候 就是像他说的 他早上起来这样 叮叮咚咚的 一直想一直想 想那么久 然后完了还去洗澡 放个音乐在那洗澡 一边洗一边哼 哼完过后还去吹头发 吹头发过后 不是 您没回答我那问题呢 那就是说 他现在做的那么一年串 就早上的事对不对 那我想请问你 有一天晚上我回来的时候 我就说他一句 我说你帽子不能剪一下吗 当时他咪着了的 我不是这老子 然后他蹬了一下睁开眼睛 就冲起来了 他旁边有个茶几嘛 茶几上面那个遥控板 说了一下给我扔过来 他说你吼什么吼啊 我就想问你呢 早上你叮叮咚咚咚的那瞬间的时候 我有说过你吗 但是晚上凭什么 你就能对我这样大呼小叫 而我早上的时候 我就能把这个事情给忍过去 错没错错没错错了错了 错了错了不是这个意思 我要的不是这个意思 行啊人家说错了 翻屏下一件我们记住了 那他工作上面 他那个通讯路啊 三分之二以上的全是女生 早安晚安的天天都有人发 客人啊那我们客人聊完了 那我总要有个结尾吧 你天天都说是客人 好那你店里面那个认识器 为什么不能给我手机连一个来 那如果让我的同事知道了 那我的面子往哪里放 你就不告诉他们 那个东西是我连的 他们会知道吗 其实你就是自己心里面 你就不敢知道吧 你不敢给我看 那现在不是有很多那个发型师 他们都搞直播吗 忙的时候 你要他一边展示作品对吧 然后一边直播 那你既然在忙 你开个直播 我都不用打扰你 我想看了 我想知道你什么情况 我愿意啊 那我点开的时候就看了 但是我的客人不愿意啊 那你总不能为了你 客人 你的想法去影响我的客人 客人不愿意吗 还是你自己不愿意 去成为你的一个想法吧 我去跳舞 我去排练 我可以给你开直播 我可以让任何人知道 那你不能用你的想法 去衡量我啊 没任何人的想法不同啊 其实你心里面就是有鬼 不是他那理发店里面 那些客人是有隐私的 他有隐私 他开直播又不露脸 又不露脸客人露脸 你看那些做头发的 原来都是在正面正面做的 谁这样震着他的脸做头发呀 我不得也不愿意啊 如果给我剪头发的 真的 您就别闹了 这行了 我们这要求也知道了 还有什么吗 你就是很简单的问题 以前我去你店里 他天天发信息打电话叫我 是那时候谈恋爱的时候吗 啊 不忙 你一来的话 我所有的事都不用做 我跟你们就是这种 然后现在 我有时候直接忙完了 我就直接就过去了 你知道他什么表情吗 就是那种 看到我进来的 很不屑 翻个白眼的眼神 我作为他的老婆 我连进去我都是要受你这种白眼 不是白眼 有时候我在忙的是你非要让我给你弄头发 你让我怎么弄 什么叫你在忙的时候 还有你说之前 我现在十次叫你弄 你九次都不会弄吧 你别不说之前 之前你求着我去的 现在呢 追你的时候那肯定重心在你那儿 对不对 那很正常 你也知道这个事情 对我的重心在这儿 那我们追到手了以后 那你是不是可以把重心放在下一点 对对对 那你现在又是这么说 你看到我 你看到我 钓起来鱼了以后 还在喂鱼吗 没有了 那不是 喂不喂鱼了你 我们现在才三个月啊 裸婚 我什么都不求他的 不是 谁让你裸的 因为我当时很信任他 我才跟他结婚的 谁让你裸的 我自己愿意嫁给他的 谁提出结婚的 我提出的 那是因为他之前对我真的很好 我为什么那么愿意跟他结婚 我相信他 我选择这个人的人品 那就OK了 如果你相信他的人品 但是他现在才三个月啊 我就没有想过说 一个人的前后转变会这么大 当时为什么娶他呀 我觉得我和他的三观 是非常一致的 然后各方面 我觉得第一长得漂亮 第二身材好 第三情商也高 然后也会处事 什么所有的一点都有了 我觉得也很爱他 最主要是因为爱他 结婚之后发现 他最大缺点是什么 天天唠唠唠唠的 续道 哎 行吧 该怎么来调整呢 来吧各位老师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你刚才说 这套房子 是自己的老公 和前女友合伙买的 但这是历史问题 应该向前看 对 你错在 没有提前 告知自己的妻子 我觉得说不说 那么这一个 这个你不要解释 你心里是有小九九的 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 远期的 你说把它卖掉 近期的 你愿意 马上依法变更 并且写上 妻子的名字 愿意 那这个事情 皆大欢喜 其实你的老婆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妻子 她对婚姻生活 是有自己的期许和愿景的 对 你突然发现 婚姻状态 没有像我所期许的 这么幸福嘛 你要知道 婚姻它是真实的 是本色的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 怎么办 很简单 你把幸福感的门槛 降低一点 然后你会感受到 婚姻的幸福 女生不要急躁 稍安勿躁 好吗 刚才我觉得 余老师第一句话 说得特别到关键点上 那句话 这个房子那事 房子 女孩在这老矫情 就是这个前女友 你凭什么给她十四万 我觉得是这样 姑娘 你知道吗 你的一言一行 其实是在教她 将来怎么对你 就是你不断地就说 你前女友 只出了三万块钱 你凭什么给她十四万 这个男孩 我觉得他脑子 没有那么多复杂的 去能领会你的 真实的意图 他可能领会到的就是 哦 原来我不需要 对我之前的前任 付出那么多 我不需要 对他们那么仗义 我说句乌鸦嘴的话 万一要是你们俩将来 真的分开了 他没准真的领会你的意思 就用你所认为的那种方式 去对待你 所以真的我觉得 不要给一个年轻的男生 灌输这样的想法 尤其是他在 跟前女友相处的时候 人家是真正 不光是付出了时间 还付出了感情 还付出了钱 所以我觉得 好好地对待一段 已经结束的感情 是非常正确的 如果这样的话 我相信将来这个男生 也会好好地对待你 而且第二点 就刚才这个男生说了 他选择你结婚 是觉得你们俩三观一致 我觉得不光是三观一致 你们俩太像了 眼里没有别人 只有自己 一边洗澡 一边放摇滚乐 半夜两点回来 从来没考虑过说 我老公他必须睡就睡呗 跟他有什么关系 你们想想 你们俩是不是 就跟一个人似的 就是你看到 对方身上的 所有的毛病 其实你自己身上 全都有 但是我们从来 不会检讨自己 就觉得全是 对方的错 所以啊 我要提醒你们 孩子别着急要 先改变自己的 某些习惯 我认为有些生活习惯 都是可以调整的 关键是 你有没有那个心 为这个人去改变 好 谢谢苏老师 我问一下你 就是你在跟他 讲 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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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看你 你 我看你 这种情绪 是一个情绪化的一个东西 你闹这个事情 我完全能理解 但是这个事也就闹一闹 也就完了 他说了最后有一个词 用在你身上 其实是很贴切的 就是特别本质叫矫情 就是提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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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报名 我们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来 请开门 来 请开门 老婆 我错了 不要生气了 我突然觉得这俩人就来撒消的 对 我们再咳嗽他们都不理我们了 生生地被两个小屁孩给骗了 没有办婚礼吗 找一个更有仪式和价值感的地方吗 还不花钱 对 行了 藏得够深的呀 你们幸福我们也认了 来 各位 对 你们幸福我们也认了 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请见证 不要生气了 我以后一定会对你好 请亮灯 逗我们玩是吧 看到那镜头没有 播出的时候玩你们亲戚们都会看啊 我也得逗一下你们呀 来 对着镜头 想像镜头那边是亲戚 来 一拜亲朋 拜 再想像双方的父母在镜头那边 二拜高堂 来 面对面战 夫妻对拜 好 李承送入洞房 请回 赵川老师给你们主持婚礼 我的天哪 其实这种题录着咱要开心啊 希望他们和和美美长长久久 希望他们和和美美长长久久